今天来是干嘛呀 我完全当个笑话听了 现在年轻人这么谈恋爱的 我都忘了你们来 我对他很好了 然后我不用改变 他再改变一下 我还要怎么改变 男生说的很坦诚 我不变 你为我变 你爱我嘛 你为我变 你觉得你男朋友是属于 揣着明白装糊涂呢 还是真的不明白呢 两者之间 他其实也知道 但是他不想改 所以我特别想问 他在追你的时候 注不注重仪式啊 追我的时候挺注重的 懂不懂浪漫呀 挺懂的 了不了解你的心意呀 感觉好 除了这还有别的吗 我觉得他现在 就是比较霸道 就连我的穿衣打扮交友 他霸道 看着老老实实的一个 就是您看着 他平时跟我在一块的时候 特别特别凶 我之前买了一个吊袋 他一直没让我穿 我就没穿 放在衣柜里 然后有一次的去我家 然后在衣柜里面 就发现那件衣服了 看我上尾上讲的功夫 他就给我剪了 这是为什么呀兄弟 我就不喜欢他穿那种 特别暴露的衣服嘛 我就感觉 一个好女孩 就没必要穿成那样 我确实因为生气 然后一生气 我就给他剪了 但是那衣服是我的呀 就是你再不喜欢 我也没有穿呀 而且怎么处置 应该我说了算 就算你想见他 你是不是应该 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呀 尊重一下我呀 我不也说了嘛 我说再给你买点 就再买点带衣柜的嘛 那又不是买不买的问题 是你尊不尊重我的问题 毕竟是我的东西 那是你的东西 那也不好看呀 你把说话的声音放大 别在我们这儿装的 那个小可怜一样的 你还有这一面呢 除了捡你雕蛋 还捡过你什么衣服 挺多的 而且就是我交朋友 他也管 就是之前我们宿舍 同学过生日嘛 吃个饭 可能说回来的有点晚了 但是我告诉他了 他就特别生气 电话打过来之后 就直接一通骂 我说我同学在呢 我说你那个一会儿说 他不 就非要没完没了的 就一直在斥责我 然后我同学就弄得也挺尴尬的 就觉得说 是不是因为他们带我出来了 我男朋友生气了 怎么怎么的 然后现在就是我 一个宿舍的 关系特别好的 就出去玩都问我 说你要不要告诉一下 你男朋友啊 你男朋友再生气啊 怎么的 就弄得我真的是挺挺 那个什么的 为什么呀 我也是太担心你了嘛 你们大半夜一帮女孩子 出去玩玩了十二点多 而且都喝酒了 如果遇见惠人咋办 我就在学 然后你就仓皇逃离了北京 你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而离开北京 还是为了断了这段关系 离开北京 因为这段关系已经到了 你无法控制 受不了场的地步了 再往下伸的话 我就不说了 你自己掂量 为什么你身边总是有异性存在 为什么你总说他太敏感了 你别做那些让人敏感的事啊 你觉得围在你身边的那些异性 和你打游戏 你帮人家去拎包 你在干嘛呀 过多的我不想说他 因为问题摆在这 所有的人都能看得出来 也明白怎么回事 李女士 你不要自欺欺人了 你一开始就用自己的这种情伤 把它拴住了 它就有了一个借口放在你身上 凡事都是因为你太敏感了 可是真的是因为你敏感吗 我一点不觉得他这些行为 是因为你敏感 你醒醒吧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是否再继续往下走 我觉得你不要把所有的希望 都放在男人身上去找安全 你需要自救 你应该要坚信 自己要过什么样的人生 这就是自救 你把所有的赌注都要在对方的身上 你期待对方做出改变 不可能的 谢谢 谢谢老师 那我这个工作也是靠着我自己努力 一步一步走上来的 我能做到这个位置是靠我自己的努力 而不像你 你呢 你天天的你就知道玩 那你工作努力 我工作咋了 说到这个工作我就特别来气 当初我们大学实习那会儿 因为我家是成德的 我得回成德 我父母也给我找实习工作了 他就留堂山了 然后他说我俩异地 异地之后想在一块 他是堂山人是吧 对 当时我在堂山上学 我就回成德了 他说要结束异地 让我跟他一块生活 他说那个 他父母在堂山给我找了一个工作 一旦是走过行事就行了 我犹豫了挺长时间 我在家那边工作 也是我父母给我找的 挺辛苦 我如果过来 我肯定得辞了工作呀 到最后 他一直跟我说 说这个事 回来我就 我也挺喜欢挺爱他的 我就过来了 谁知道过来之后呢 这工作完全不是他说的那样 面试的时候工作也没要我 我家那边工作还辞了 刚过来的时候 连工作都没有 你说让我跟他受苦 我能好受吗心灵 那我不也是为了 咱们两个好吗 咱们两个异地了半年多 感情就已经发生了变化了 我就是想两个人在一起 一起努力 不也挺好的吗 他就是不理解 然后就犹犹豫豫的 那我不这么说 那我能怎么说呀 工作这事他骗了我 他还有别的事还骗我 什么事 他房子事还骗我 你说过来 我们俩得住一块啊 住一块我没来的时候 他说房子 他说是他亲戚的 也不要钱 就我们随便住 我过来了 房子是他租的 一个月还得交挺多房租啊 更何况到这工作 也没够安排好 我还挣不着钱 他刚入职 也没工作 你说 我们俩多大负担 他让我跟他过来 收苦来了吗 这不是 那你跟他收苦 不应该吗 是应该 但他也不能骗我呀 他连房子事骗我 你说 房子工作都骗我 他以后看到 啥事不能骗我呀 我这房子找的是市中心呢 而且就是说 周围的工作也都挺好的 我不希望你也有一定的发展 这两件事 是没有跟他说实话 是还是不是姑娘 那是你欺骗了他 对吧 也不算我欺骗他 因为他那时候 就是很犹豫 然后 我也是想让他赶紧过来陪着我 那哪个情侣总异地恋 你异地恋一年两年 那感情也都没了 也都分手了 那我图啥呢 那你们现在在一起 不是也出问题了吗 人家不也去吃饭 看电影拿香水了吗 这算是超过我的底线了 超过底线就分手啊 严先生 41岁 来自湖南 司机 欢迎 薛女士 33岁 来自湖南 公司职员 欢迎 欢迎两位 结婚多少年啊 2011年结婚 有娃没娃 有一个女儿 快八岁了 今天为什么来呀 主要是我现在觉得 我现在这种生活状态 再在此时下去的话 我都觉得我身心很疲惫 我都觉得有点过不下去的感觉 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你说我们干净婚了 我们都在上班 然后因为我们两个 后面有了小孩 我们没有老人可以 长时间地帮我们俩照看小孩 所以呢我们就寻思着 我们自己做点小生意 开家小店 这样可以兼顾一下家里了 就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在家附近 开了一个小的母营店 当时因为我们也没做过生意 想着就是还是让她先 辞职因为她 在那里当时做的也觉得 到了一定的瓶颈 做的也不是特别愉快嘛 那就说那她先出来 我让我妹妹过来 帮我一起开了那个店 然后半年左右的时间 我觉得也还不错 那我想着这样 这样的话 那我干脆也辞职 一起来打理店铺算了 因为我上班也挺远的 这样子的话 我就辞职了 我们就一起开了一个店子 开了店子 大概做了一年多左右的样子吧 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我想扩大一下 然后我就想着我再开一个店 打扯一下 打扯一下 她开第二件的时候 我是坚决反对的 首先她没考虑到资金 店面 费用 人员 资金流动问题 因为我们开第一件的时候 她老妹在看店子 我是在外面还要做PCR 等于说她根本没有考虑到 开第二件我们是否能够成色 谁呀你这个我承认我当时开店 我有一点 肚子可能卖得太激进 大了一点 但是你呢 你是 结果怎么样 你先告诉结果怎么样 结果是 后面店子我们没开了 失败了 为什么不开了 费用过道 亏不起了 玫瑰 那你呢 那你呢 你是个什么状态 那半年你是个什么状态 你天天不管 你今天什么事 不管 所以个中午才起船 起船完了之后呢 然后你天天出去 出去我也不知道你去干嘛了 你问你在外面 你就说我在有事 我在忙 然后直到有一天 这个事情我真的 你店子生意不做了 我下面的皮箱还要做 我还要和别人计划商 还要和渠道商 打交道 对吧 没有说您不做了 店子不做了 我正规的渠道商 做皮箱这块我不做吧 主持人 我跟你说个事 过的一门课 就是写喜剧 喜剧是最难的 就是把人逗乐这件事 非常难 因为 把人逗乐 我们叫幽默 幽默是高级的 你这叫耍贫嘴 耍贫嘴是低级的 所以我希望你认识到 你自己想要的一种人生态度是什么 如果你把这种的耍贫嘴 当成为幽默的话 那你认知发生了错误 把人逗乐很难 把爱人逗乐更难 需要用心 而不是用嘴 所以我觉得 无论是从你对待伴侣的态度 对待自己工作的态度 对待人生的态度 就几个字嘛 表儿郎当 不靠谱 一开始我们就大家嘻嘻哈哈一乐 觉得还挺好玩的 但你发现我们这话题越来越沉重 是因为如果你要一直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面对你的人生 面对你人生当中所有的事情的话 你会越来越觉得所有人都会看不起你 因为大家不会把你这种的耍贫嘴当成是一种 你这个喜欢跟你这个人接触啊 当成一种幽默 他们会觉得你这个人不靠谱 极其不靠谱 特别不照调 所以我觉得趁着年轻 趁着还没有发生什么 因为这件事情而在跟